我吃饭了 吃饭了 吃得舒服 不舒服 你又躺了一天了 医生叫你不要到处走 不要到处走 你给我坚持他这里躺 那你起码的 我也可以起来走一下 吃饭吃饭 你躺着睡得腰痠被吐 这天 从医院回来 医生说叫我多静养 我床休息 结果我老公就说 一天24小时 起码有20小时在床上 这日子怎么过 受不了他 还要熬好几个月 那么长时间 要怎么过 今天晚上吃鱼 你不好吃吗 吃得清淡的 好吃 这个鱼也好 这个是鲁鱼 还不把饭给舀上 这个待遇不要太好 因为要爬楼梯 医生说 就要不要爬楼梯 现在楼都不给我下了 饭都给我端上来吃了 不知道后面的这种打锅 菜都还没有熟 饭都已经打上来了 这是啥情况 有点像等饭吃 不 不过也是真的是等饭吃 这边的天气 这两天有点奇怪 我感觉我回来的时候 可以穿这种 好像有毛儿睡衣睡觉 来喽上菜 哇 这么丰富啊 你在呢 等一下我们在下面吃 这个鱼就是一个人吃的啊 我一个人可以吃这么多啊 哈哈 我不信 是啊 专门给你买的这个鱼 看下我厨艺有没有 大征充 这个是盧鱼来的 可以 все 这么小一条 exceptions的话 所以我跟你说 我等一下吃完饭 我可不可以下楼走呀 吃完饭 汤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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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 跟我躺 觉得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 你说的不对 现在说你那个像你这个情况 你就应该在家里面躺着 少走动 但我也要复视一下心情空气 你不可能24个小时 你23个半小时都待在床上 不要跟我争论这个问题了 你先把这条鱼给我干完 要去疫情好 这条鱼你不干嘛 别浪费我的苦心 我没有青菜吃 把这个鱼吃了就行 这个条鱼就归你的了 28块钱买的 那么贵啊 28块钱 所以说你才知道这个鱼贵 你让它把它吃完 除了吃不能吃 把它吃完就行了 听我的 这个鱼说实话还是挺好吃的 不过医生说 叫我要多卧床一点 但是我没问他 我可不可以 就是稍微的走动一下 因为这样子的话 说是什么酒待在房间也是不好的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点不知所措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老公表现不错哦 马上忙下 因为现在我要卧床休养静养了 就家里面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他一个人去做 我觉得他也是挺辛苦的 还要伺候我啊 还要狗七狗八啊 挺累的 很晚了 我不能不知 我们最后一位责任